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动我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这也是我国生物经济领域的首个顶层设计 规划提出 生物经济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动力 以保护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为基础 以广泛深度融合医药健康农业林业能源 环保材料等产业为特征 应该说这是我们第一步生物经济的规划 生物经济主要是我们的生物技术 在我们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应用 产生了一个经济活动的一个总成 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四大重点发展领域 一是顺应以治病为中心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新趋势 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药 二是顺应解决温饱 转向营养多元的新趋势 发展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 三是顺应追求产能产效 转向坚持生态优先的新趋势 发展面向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替代应用 四是顺应被动防御 转向主动保障的新趋势 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规划提出 到2025年 生物经济总量规模迈上新台阶 从目标上看 我们希望通过五年的努力 力争到2025年 我国生物经济总量能够达到22万亿 其中核心产业的总量能够超过7.5万亿 从而使生物经济成为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